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举办2017特色社区观摩会 邀请各县市政府设造业务承办人员 设造中心或机优社区干部 以及执行设造相关人员与会 进行设造3.0食物研讨及社区观摩交流 期盼借此提升设造团队动能 今天在观摩交流会主要我们还是主要在 当我们去设定了一系列的议题之后 透过影片它是一个单向的交流的方式 我们直接把讯息传达给观看的对象 那是对于社造伙伴们来说 其实他们更需要的是大家彼此之间 有机会面对面来一起探讨跟交流 研讨会邀请云和大设计学院院长黄世辉 台湾城乡特色发展协会秘书长吴吟慧 新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陈锦黄等学者专家 分别从传统市场转型 南向新希望大庙当代思维等议题进行分享 让与会的社造伙伴了解社造的多层面向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对话之后 我想与会的各个学者或专家 甚至参与的人 大家其实心中都已经有一种 比较安定的力量 知道说他怎么来面对 这样的新的社会发展的议题 早上他们有分享屏东三个 那个传统市场的那个现况 还有他们打算要改变的一些内容 那我自己觉得青年他们回来做这些事情蛮有趣的 大概过去我们参加的会是一个比较老的设造模式 那这一次的议题 我想其实非常明确的用一个生活圈市场 或者是新住民的议题 那以及到文化宗教庙宇这些民俗的议题 我是觉得很很有新意 因为过去太多时候都是在操作教人家怎么设造 做社区资源调查 但是我们其实层面应该要走到这个层面 除了研讨会 活动跟安排社区观摩 带领社造伙伴进行一趟文化之旅 首站来到屏东市郡村 了解百年飞行故事 及日移宿舍群对屏东城市的发展 接着来到离港乡定远 信国社区认识滇缅文化 因为我是住在中立 那在中立中正那部分的话 它其实是 它那边有个很特别的 就是店面的文化 那就是看到这些的时候 就会想到说 那我小时候尝试的米线跟米干 可能外地人他们都不懂 那是什么食物 可是我看到就是刚刚 家世抑郁这部影片的时候 就会回想起说 就是我小时候 我的外甥的那些爷爷 他们都会买那些米线 给我们吃的时候 就是非常有那个 就触碰到 就是我们自己 就达到心理这样子 就是还蛮感动的 结束定远信国社区的 参观行程后 接着到海峰师地 了解环境伦理与永续性 对设造的重要性 另外也到设造有成 多元发展的屏东市重栏社区 欣赏艺术巷弄 并参访唱离词与萧氏家庙 那我也是经过 就是最近几次 跟着他们这样子走 我才知道 原来焦纸桃这么的骄傲 或者是说什么 所谓的简棉或泥索这些 就是我们一般进到庙里面 不会去看这些 真的不会 那如果没有他们的解说 我们也完全没有办法知道说 原来这是这么厉害的产业 观摩会走访的行程 多云南美馆 社区营造网络影音平台 营运推广计划 所推出的设造为电影 拍摄场景相关 与会人员于活动前 已先观赏过系列为电影 了解电影中所探讨的社区议题 在藉由实地观摩更可深入认识 社区化特色与多元发展 透过社造3.0实物研讨会议 及社区观摩交流活动 让更多社造种子持续共鸣 互相鼓励 期盼能有更多的酝酿和发酵 促进社区力量萌发成长 评论新闻 张如云 柳建荣采访报导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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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